不管是喝什么茶适当的场合,时间,人和适当的茶那样,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起到很好的保健功效,到依然没人的体质有燥热,吃寒之别,而茶也经过不同的制作工艺,也有良性及温性之分,所以体质可以茶也有长久。 接着往下看,找找属于您的那杯茶,一张表格,告诉你六大茶类的茶信,一张表格,告诉你六大茶类的茶信,你是什么体质,你是葛南类茶,看下表,姓韩的绿茶,西湖龙井,安吉白茶,洞庭碧罗春,鹿奥瓜片子,吃和体质片子热,外火旺,精力充沛的人也有,天热,心造知识品也,人心凉爽心之感。 绿茶有很好的防辐射效果,非常适合常在电脑前工作的人,禁忌,肝脏病人一喝,绿茶中咖啡减经肝脏代谢,饮茶过多影响损害肝功能,孕夫,胃寒和手术病人不一喝,性喊的黄茶,军山银针,蒙顶白牙,霍山黄牙等,功效与绿茶大致相似,不同的是口感,绿茶清爽,薄茶唇透,禁忌,黄茶规, 鱼青芭蕉茶,制造工艺金色绿茶,富含很多的茶碱,茶多分等成分,能影响胃部的活动,因为胃部不适者不适宜饮用。 其次,黄茶中复含油酸成分,会影响身体对铁的吸收,婴儿月妈妈不适宜用黄茶,性凉的白茶,白蚝银针,月光瓣,白牡丹等,是用人群和绿茶相似,但绿茶的橙茶是草,白茶的橙茶是饱,盛放的白茶有致血服用的功效,禁忌,对于胃热者可在空腹时是量也用, 一般每人每天只要五克就足够,老年人更不宜太多,性凭的清茶即乌龙茶,大红糖,乌衣水仙,凤凰丹丛等,是人群最广,有不少好的乌龙茶,特别是陈放家的乌龙茶,会出现令人愉悦的果酸,中医认为酸乳干净,因此有输干理器之功, 三匹外奥病症者不宜多力,性击,气空腹饮污龙茶,容易出现茶碎的现象,出现类似头晕,心慌,手脚无力等症状,即睡前饮污龙茶,这样只会让自己难以入眠,性温的红茶正山小准,金居梅,奇门红茶,颠红茶等,适合胃痕,手脚发凉,脊肉,年龄贴大者饮用,加牛奶,蜂蜜口袋更好, 禁忌,结识患者既饮红茶,又甜血的,有精神散弱失眠的人,饮红茶会使失眠症状加重,近期运气温辱其女性,不宜,饮用红茶,性温的黑茶,云南福尔茶,安黄黑茶,广汽幼宝茶等,能取油腻,解脱毒,降血脂,脸黑无光泽,喉咙肿痛,食欲解退,下力,被脚冰冷,腰痛,经历衰退者, 因此潮红好,禁忌,患有严重的动脑硬化,高血压病的人,在病情不稳定时,不宜,饮用黑茶,偏血患者,低血糖患者也不能喝黑茶,相关阅读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